请收看蕙律法师冯雪讲座 有一次人家那时候 我们在台北 我去讲到这个气的问题 我们跟我们租房子的 那个一个房客 企业普渡 他去拜那个王魂 拜完以后 那个鸡肉煮一煮汤 送给我们石妈 那个石妈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拿来吃 就是没有味道 味道就是很奇怪 这个鸡肉的味道就不是这样子 因为从小我们就 石妈就是杀鸡的时候 杀一杀杀一杀 这鸡腿一定第一个是供养我的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鸡腿 从小就很喜欢吃这个鸡腿 鸡腿这个味道就不是这样子了 那个时候拜拜完的时候 我就跟石妈说 结果这个味道不一样 那说也说不出 所以然 不晓得说是鬼魂是触气而保 这个气已经被吸走了 后来在研究这个经典的时候 才看到原来如此 这鬼神是触气而保的 所以我以后懂了 拜过鬼神的我不吃 我不吃 那个很多的米 我告诉你 那个米 拜过的米 有的人 他就是很奇怪 我叫他拿现金 他不要 他一定要拿米 米有时候吃不完 吃不完 这个米有时候时间到 要普度了 就做仪式了 拜完了 我告诉你 那个米很快就长虫 吃不完 很快很快 气就全部被吸走了 而且那个米很奇怪 有一次 我端过来 我就说 这个米不对 这个米不对 最近就讲堂这个 在讲堂里面 我说这个不对 后来一问 是人家拜过 祭拜的东西 拿过来讲堂 送给我们的 你看 我这个嘴巴多厉害 我就跟他放着 我说这个有罪过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你怎么可以在你家 祭拜你家的鬼神以后 吃不完的东西 拿来供养三宝 再煮出来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要念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的 怎么可以在供养佛 法生啊 你这个供养 是罪过很重的 我们咬一口 第一口 我就知道说 这个饭真的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 后来一等判听 就是人家那些 不了解的人 就是这样 以后就是我们讲 他要严格的禁止 这样子 这是三宝地 怎么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子 供养鬼神的东西 不能再供养生宝 这个是不可以的 有的人讲说 哎呀师父 那你是说 供养品 那一大堆怎么办 很简单 供养完的时候 孤儿宴 养老宴 残障的 通通发下去 方通发下去 因为他不是三宝 你供养我们的米 我们还要煮饭 煮饭完的时候 每一吃饭 我们要合掌 供养佛 你完蛋了 鬼神比佛大 对不对 你拿来的米 我们煮好 煮好我们吃饭以前 还要供养 清净法身 毕如自那佛 也能报身 如自那佛 供佛 那你这个有罪了 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的 虽然是题外话 这个倒是很重要 你供 你家带完了七夜半 那个米啊 菜啊 千万不要拿到道场来 这重复着在讲 因为我们煮完 还要在念供养的 这重复养的 我们看完